每逢星期三是瑞芳区吉安里的银法共餐日 志工不仅手艺过人获得长者青睐 更有里长和志工一起维护的屋顶菜园提供蔬菜 今天有地瓜叶和空心菜 新鲜健康都有里长和志工来把关 比较健康 有机的比较健康 人家吃点 和赤油也是同样自己种的 都是自己种 配合我们共餐需要的一些食材 我们都会随着每个季节来栽种 加上由我们的志工来协助 我们就是用最天然的一个方法来栽种 包括我们的厨余 还有我们屋顶的一些栽下来的一些菜叶 一些就是杂草 我们都把它种成做成堆毁 然后再来做我们的整个这个花盆 它的普质土 然后再做跟我们新的泥土再包括我们有一些清水锅的水锅土 我们把它晒干之后 我们就重新来一半做我们新的盆栽土 那种出来的蔬菜我们不用荣耀 而且我们都是用有机会 检里里长表示 屋顶菜园十年下来可说是成果丰硕 种类达上百种 除了平时收成的蔬菜提供给共餐使用 也开放学校机关团体参访 是食农教育的最佳场域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 也一方面也能节冷减碳 我们屋顶除了回收雨水 那我们也会把一些可以当作回料的一些菜叶 我们就是做循环利用 那也透过这样一个食农教育 让我们的志工 还有我们有一些来参观的一些学生小朋友 让他们有这个低碳 节冷减碳跟循环利用的一个概念 那也透过这样一个带动 让我们除了共餐之外 让更多民众来清净我们的这些泥土 志工们也纷纷表示 现在正值叶菜类和瓜果类的生长期 像是南瓜 丝瓜 大黄瓜 地瓜叶 空心菜等等 采收后都是直接送到共餐厨房 减少碳足迹 新鲜健康也看得见 让人觉得很安心 介诚为瑞芳采访报道